納豆他真的是卡到那個號碼 因為你如果說附贈事務所從編 應該給廟另外一個新的號碼 表示說附贈事務所可能也認為他是原來的100號 那這個我們的阿飄是人去的 那這些孤魂烈鬼就是五祖的這個阿飄 基本上他執著性比較強 所以怎麼你好像這個100號他也100號 好像我們有應公多開了一家餐廳 是我們家的餐廳嘛 那這種餐廳的話那當然就餐廳跟你祭拜的 你七月為什麼要祭拜 為什麼要那些零會來吃 那你每天在那邊燒烤 在那邊煮東西 他當然會就廟跟那邊你要選哪一邊 那先到餐廳去嘛 有東西有食物的味道嘛 可以吸慢慢慢慢讓他們吸個一年 你的陰氣就聚在裡面 你陰氣聚在裡面 那一般的人呢 他去的會不舒服 他下一次這樣就不會再來 但是在一廟旁邊呢 反而 那剛才那個五菲廟那一個呢 是因為他有出身有名 所以那個不能算屬於這個像這種孤魂烈鬼的這一種 這種是不受管制的 那這種是屬於像中藝千秋的廟 就像不一樣的 是個藝人就是有藝氣的 所以這種就跟那個 那個客家園拜藝名廟一樣 他是有他的正統性 所以他不會像阿飄沒人管 好 可是我們有時候呢 這個跟陰廟有所要求 其實要有所回饋的對不對 對 你一定 尤其是陰廟 你一定要 因為大部分的陰廟都是教育型的 他不會就像正神大廟就是說 你該有福氣我給你 這是有一個法師 在這個苗栗的地方 那早期的時候他法律是還不錯 他有一天呢 他那個海邊來的有水流失 水流失可能不是那種受難的 是墳墓被沖掉 然後飄到那個地方 那剛好那個十八個呢 全部都是女的 那怎麼辦呢 那他說給我 我來處理 他就把他帶回去 帶回去在他的那個壇底下 那把他埋在那個神明的壇底下 那上面是大眾野 所以那個時候呢 台灣正流行開名牌 那他就從那個朋友啦 親戚啦這樣子 開始變成了 他開的牌都很準 有一天呢 那他就正式的就是說 既然準的話 那我就正式的 就是來這個 對外這個開放 但是呢 他的條件就是你中獎 你要捐給 這個大眾野一半 那有一個人他就來 來呢 他就求了這個牌 那獎好了 就是說 他說給你 是鎚到尾 這鎚到尾就比較 那個賢民知道嗎 我知道 比較大嘛 好 那他拚 拚了 果然中六千萬喔 六千萬喔 在那個時候六千萬 是比現在這個 這個等於好幾億 那個人呢 他知道他中獎 因為牌我開給你嘛 結果那個人就沒消沒息了 沒消沒息就 他就去他家問他說 他說你中六千萬 你也交給他 那個人呢 因為錢太大了 他就不想給 因為我還撥三千塊給你 如果是中個三萬塊給你 一萬五那也就算了 他就不給 不給呢 那個法師就跟他 明講 就說你不給你會出事 他還是不給 不給呢 就叫拼湖 拼湖就是那個 給他詛咒啦 結果 他的兒子呢 就是車禍就 每幾天車禍撞死 撞死以後呢 再去他家 那個人還是不要 反正死的是我兒子 跟我有 就是三千萬 那有的人 他就是會去賭 他就是這個 叫鬼嘛 就看錢看很重 後來呢 他就說 你再不給的話 你也會出事 然後他再給拼湖 那個人呢 就是突然間呢 去檢查 就是身體痛去檢查 癌症 那癌症呢 他想說 你是不是應該 有一點 悔過之心 就是說 跟神明交易 那我就 就給了嘛 他還是不給 不給呢 所以過了沒多久 他也往生了 所以 後面有 六個 後面有 這個好幾個零 但是前面那個六不見了 又